我們大家在同一條船上 它這個船會開到哪裡去 我們是同一國的 為了這個電業法修法 台電工會吵到要罷工了 週三下午跟經紀部長李世光協商 結果如何 滿意 滿意 李世光還邀請他們晚上來開會 今天晚上其實就剛好有一場 其實本來是內部的討論會議 我們也拜託也邀請台電工會的同仁 來參加這個修法 工會理事長強調滿意歸滿意 但修法不能黑箱作業 若沒有參與感 他們還是會 不會有後續的抗爭的動作 那要看後續喔 那不一定 李世光回應 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而電業法修訂是必經之路 電業法是一個往前走的重要結構 本來就希望我們的台電同仁 工會的同仁跟我們一起努力 了解 得出的 大家不要緊 我們在這兒�� 5個小時